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老師 那這一集是 流程化進入 那接續上一集 那我們繼續探索羅蘭古城吧 好 那我們先去 先去哪裡 左邊吧 左邊那邊 看一下喔 看一下攻略啊 攻略怎麼選的啊 羅蘭城 地下 因為像這中間大門是 過不了了 先進入這個門 左側書櫃上可以取得 信聖武書 看到了 兩個書櫃間的小盒子 樹蜜蜂石 中間桌上可以拿紙鹽黃石 先搬洞上方下面的開關 啟動第二個 兩間倉儲室有五個方向港 然後這個房間有三個 一 二 三 好 這個可以打開 4 2 9 2 3 4 4 4 5 好,這些都一樣不能開 好,然後訓成武術 訓成武術 沒有 這這這這 拿到了,OK,好,就這樣 可以得到冰幻神石 有些石頭是可以不用再合了 兩份班,然後還有什麼 風靈冰露 沒有風靈冰露啊 做槍 右邊那個還不能打開 試一下 好,風靈冰露呢 出去 兩間儲藏室 半洞後 反正這左右左右來回就對了 可以打開了 這個還不行 反正左右來回 右下角打開了 好 也就是說左右兩間的儲藏室 機關分別來回跑 就可以通風打開 通風打開就要再去探索 OK,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好 下方開啟 下方開啟 這不能開 然後進入到 然後繞到右上方進入第三間 當局室 然後這個房間有 這間是第三間嗎 對 第三間 第三間 可以找到一千兩 冰殘殺 這個嗎 然後這個先 這邊有三個房 三個開關 我可以一直打開 再幫我 然後這邊一千兩 找一下 在這裡 nice 然後左側的 大石門可以開啟了 去啊 欸 這邊還有一個倉儲室 喔,這個倉儲室 是之前那個 某個傳授點進來的地方嗎 喔 難怪 公爹叫我不要進來 進入主廳 可以到七藥之門 這,這地方是怎麼了 這地下建築 他說都保良得很好 唯獨這裡似乎被巨翼 大肆破壞工 就像牆壁和地板 整個被挖走一般 仔細想想的話 那些仿佛是天花飛來 本質全量不同 卻和周圍 牽合在一起的怪場所 似乎也和這種緊張有所關聯 這裡 一定放些故事不是 怎麼還有地人啊 地下層七藥之門 地下層七藥之門 只可惜兩飛機必密無託風 看來這不是用手人開啟的 開門的機關 想必又是在位於他處 古家哥手料不差 這門的確是推動不得 說他的機關 會不會在地上這些科 有七文符號的中塊 嗯 很有可能 從這房間裡開始 到處充滿了這 從未看過的符號 我想期間 一定有什麼關聯 這不像是符號而已 我想這應該是某種文字 我曾追隨老師 學過六種 東西各國文字 這些文字各有特色 但是像這文字 如此平止單純 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唉 這會 又會幫不上忙了 古家哥不去在意 這文字 秩序 我似乎曾經 在哪裡見過 就讓我們慢慢回想看看吧 一滴 反正咱們都找到這裡了 也不用急於一時 你慢慢試便試 嗯 先按第三個 第五個 第五個 第一個 第四個 第六個 第六個 第七個 第六個 第七個 第二個 好急了 中文打開了 地下 地下層 進入之後 OK 這邊應該只是單純的民工而已 往下走就好 這輸到 這輸到拱文就是 七藥之狼 不會錯的 我可能有來過這裡 可是最後是哪裡來的記憶 我怎麼可能 過這個封閉前點的地方 冷靜 先讓我給冷靜吃好才行 這些來入不明的記憶 不可能是隨手隨來的 這地方一定和我的過去 有很深的關係 或許 這就是小公所說的 轉身吧 也好 既是如此的話 我就去 就把這些來容區 都給查清楚 走這個才是 還有啊 進入傳送點 哇 好看護重力的地下湖泊 而這首映在湖泊之上的巨石正式 這時針 似乎是依照某種陣型而見 運聚其上的無形力量 乳窗和幫你游動 如果想通過的話 只怕費上一方功夫才行 不過 事情有了一就有二 時針的通行之法 該不會像那七藥之狼一樣 在腦處有著提示吧 OK 那攻略是說 說什麼 先進去轉送點之後 往左 還有敵人 往左 往上 然後往左 往下 我猜應該跟七藥之狄那個 扶石的順序是一樣的 好我再往下 欸到啦 簡單 好走吧 這地方又是 這地方又是 這些發出嗡嗡 嗡嗡聲響的大都還做 又是什麼 這 這 這老王子的遺跡 如此巨大又奇異的極限 真是令你無法相信 這老狼 所有進到的東西嗎 這 這又是男孩做什麼的 像師兄喜利所說的 所有能夠 以心換主的奇蹟狡械 用在樓膽古城的巨大秘密 這是中的東西嗎 救魂了 天洞儀 救魂 天洞儀 一地 問問這裡的一切 你和兵力姑娘 都搖上於胸 瘋女俠 小狗兄弟 他怎麼認得這裡的東西 這裡的幾場 被封閉了數百年以上 古兄 你們西方人或許不了解 轉身這回事 你會當作古人的記憶與靈魂 在一地身上醒來就好 小兄弟 是千年前的古人 老師也說過 兵力姑娘是千年前的見識 這 搞得我有點頭昏腦脹 轉身是嗎 是轉身的緣故嗎 我像記得這裡的一切 又像是什麼都沒見過 像得我自己也不明白 只覺得 只覺得心裡的 亂得很厲害 我到底是誰 這一切 和我有什麼關聯 下午大哥 小心腳下 前面有個深坑 深 深坑 等等 這裡應該有天書宇宙的 他到哪裡去了 下午大哥 對 對不起學妹 我嚇到你了 下午大哥 剛剛 你好像突然變個人 變得好遙遠 好陌生 對不起學妹 想是來到這十日就地之故 我過去的記憶 被慢慢浮現出來 就像沉睡在我心裡的 硬一個我 在學校以前 慢慢醒來過來一般 有時 你可能會不習慣 我不要 我喜歡現在的下午大哥 希望你像他的樣子 我不要變另外一個人 我絕對不要 學妹妹子 這一次沒辦法的事 學妹 你不用擔心 即使過去的我完全回來了 我也依然是我 我現在的心 是不會變的 會改變的 就只有我的將來而已 將來 嗯 我曾經以為自己是平凡的人 這項平靜自得的過完 我的一生 可是 似乎是以願違 不論我自己是否願意 過去的我 所留下的宿命是所 還是會有勇改變我今世的命運 我今天再走到這裡 就是最好的證明 所以 我會繼續尋了這條 回憶之路走下去 直到我找回習日的一切為止 或許那時的我 會有所改變 但那才是真正的我 真正夏侯儀所應該有的樣子 嗯 我想夏侯大哥 也是對的 所以 我還是會陪著你 把這段回憶之路走完 只希望 那時你 依然會站在我們這一邊 依然會是我的 夏侯大哥 謝謝你學妹 我想 此時此刻 咱們還是繼續往下探吧 咱們還是繼續往下探吧 在這裡在這裡 天洞與岩窟通道 好多敵人好多敵人 沒打死 死的吧 天狼血眼 這個應該是儲存點 沒有順便回血喔 好 請你闖送點 這一場狼中的藥氣是 會是什麼妖物 這什麼 蝦子喔 大蝦子 蝦子 我要吃掉你 這什麼 將鋼氣灌注的身所在之內 不獨可揮擊一整排敵人 一直排敵人 必能鋼氣反擊敵內脈氣韻而死之麻痹 猛鬼擴充 看一下喔 用個血刃製作好了 一進來都打個小boss 五色大補完 什麼是五色大補完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把他幹掉 好 這個魔鬼擴充才是真的魔鬼擴充嗎 手遊那個魔鬼擴充不知道是什麼鬼 爛透了 OK他怕什麼怕冰 豬鬼 什麼 什麼球的 好像不怎麼強嗎 好 他是要放法術了 我還沒有法術 還沒有樹粒子 讓他的兵馬 讓那個旋領冰煞 我會用攻擊就夠了 他贏了 贏了 簡單 簡單 一條突襲而來的 醜惡巨蟲 看著此地還有其他類似的蟲藥 我們得多加小細才行 生蟲觸摸著光源之後 在燦爛南光一個手上的幽靈之界 共振者 似乎有一股力量 要將我拉近光中 哇 這地方又是 我以為 這一路下來到現在 已經看遍珠邦奇景 讓這個地方 若是錯誤意料之外 這裡 真的是千年寢的古城之中嗎 看來這樹棵 應該是延伸至頂上的台座 而這廠中的巨柱 是不是用了鄰居某種力量 這裝置是如此巨大 正有疑心幻斗之人 也不為過 看來從這裡 還有路可以下去 這樣如此 我就到最深處 看來究竟吧 厲害厲害 厲害 這邊應該沒有迷宮吧 我一直往下走就好了吧 欸 欸 這邊還有路 不打不打不打 要住外道 又是這妖器 莫非又妖蟲來襲 啊 蝦子又出現了啊 這是紫色的蝦子 我幫你煮來吃 是不用 就不用攻擊就好了 這一次是怕 雷是不是 沒有啊 不 呃紫色吸雷哦 紫色吸雷 所以 他各的抗性都是五十五十 哦 哦 可是很弱啊 超弱 好弱 虧得那麼大隻這麼弱 哦 又有了 這是 哦 又有了 哦 這第二個的 藥珠外奔 帶到 OK 一樣在住外的時候 會再遇到一隻白色的 來吧 欸 輕魔 輕輕魔 啊 掌風神行 風靈神不會 讓我靈智正法 然後放了那個 暗息咒法 滅魂大法 好 哦 雖然我用的是 那個是念弓 雖然我剛剛是用 暗息的五十 他就抗五十 他抗五十 沒有算是最怕的 但是我用靈智正法 加上去之後 打兩萬多地血 哦 很強耶 不會就下火影 直接秒殺 欸不對 我還沒放凌智蒸法欸 就可以打到兩萬了 這麼強 好 贏了 輕輕鬆鬆 這是第三隻妖蟲了 這緩到垂直 樹坑的漫長通道 看得成了嘴角的蟲窩呢 蕭蟻影不要稱讚他們好不好 還有敵打 又是那妖蟲的 魔分 哼 來吧 這個是白色的 這隻都怕暗 他用死面之獸應該可以一次 怎麼可以一次打死呢 靈魂大法 靈魂大法 蓄氣一點點而已 直接死 輕輕鬆鬆 不知道我們能往下躲出來 地層中枢 这怎么捞过去了 这是 天书宇座 不然看起来好像有些不对 天书是个宇座 因为他来到这里 被令人自己所保护的天窦里最深处 最后长于幽影之间的之人 才能来到的金云 可是 他为什么会见到这里来 先不管这个了 我看看他到底有什么不对 小心 宇座上有令人利器 夏侯大哥 小心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 玩汤 不是当时没有清楚干净的害虫而已 取取虫类 何惧之有 找我出过汤 见谁你命 哦哦哦 小尾的记忆又回来了 我看一下怕什么 怕光 不过我们火也是放一下好了 这不想看到的敌人之一 这很恶心是不是 用那个灰热圣滑看看 欲招魂反 我不能用 灰热圣滑 再六千滴 太少了吧 嗯 嗯 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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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得又像蟲又像豬的 啊 贏了 輕鬆 我預知還是什麼都沒有想起來 賓妮 你還記得這要什麼使用嗎 嗯 我也記不太得了 天書宇宙是超越九環天動影的樞紐 這是不外錯的 可是這鏡子的宇宙上面沒有力 那被缺了什麼必要的部件 就是有能封止它的運作 我也不知道如何讓它恢復運作 這個難倒我了 讓我先想看 小猴兄弟和賓妮姑娘說的話越來越奇怪 我半臉都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 古修 咱們在一旁聽就是 既然插不上嘴那就不用多言 可是蝦老大哥變得越來越不像蝦老大哥 我好怕 唉 我與此又有同感 不過現在我們也只有盡管其變了 不行 現在我腦袋亂七八糟了 有一些事情 一些還記得一點 又有一些事 怎麼樣都想不起了 這些淋淋碎碎的記憶就是拼受不起來 既然眼裡都不記得的話 現在這個樣子的我更加不用輸了 這樣如此 就先放著它不管吧 我們最後一天會找讓它啟動它的方法 燕千燕真如此的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這裡應該要移動回到上面的法陣 這樣一路闖下來夠辛苦了 咱們先回去休息吧 這邊 這邊有法陣 好 走到啦 又是魔蟲的醜 醜蟹妖糞 哼 連這裡都有嗎 還來啊 我媽 到底有幾隻啊 這應該怕光了吧 我就知道 用光的這一招應該可以直接轟死吧 他才五千滴 有我爛 什麼什麼什麼黑紋石不發動一下漏洞嗎 什麼東西 聽不懂 其實他可以用我也不會去裝他來用啊 因為覺得很不實用 在魔蟲被我消滅之後 地上法陣的力量 不再受於 受害於 受害於塞了 這被解放的奔流靈氣 所以我能讓我送往另一個地方 GO 所以以後可以弄這個船 船送就對了 啊這裡又是哪裡 好 先重個檔 下 頂層的 哦 這頂層 哦 哦 這以後可以直接傳到 哦 瞭解 往上走 往上走 這邊沒敵人吧 啊 哦 召喚也是個原始的穴道是不是 好 等一下再試試看 走吧 有空再試 有空再試 還有敵人 OK好 走吧 欸 啊怎麼打開 啊這個以後怎麼打開 哦 啊這個可以打開嗎 不行啊 打不開了 誰要命 那不是親前輩嗎 師兄 師兄 師兄他們 大師兄 二師兄 你們也來了 師妹下面兩位請安 啊 這三姊妹啊 師妹 不要那麼客氣 好一直沒見到你了 竟然一切可好 多謝大師哥關心 脫一粒的福 雖然有多驚險之事 但是呢 一切還算驚險 啊 順利 對啦 大師哥 那什麼風把你們吹來 我以為你們還要和小公主 一起待在肝中呢 師妹 我以為你還不知道 進來這一代的幻塵之說 在盛蕭城上 我們得到消息以後 仙怡不敢來這裡 是雀公一行 稍後就到 我們本來和小公主 遇到客棧見面 只是咱們在茶館裡 等著氣門 所以找個 比較不喧鬧的地方上行 順便談一下 年輕人總總 幻塵 恩 有三位 今天三位 南北如果來往沙洲時 看到天空中出現 日式般的陡大黑色的原物 在裡頭 可以隱約看到一座漂浮的古城 有這回事 二師哥 有沒有在哪裡聽到這個消息的 天空中 這件事在沙洲城 早已人人皆知 後來有心傷的把消息帶給安裝 宅女鬥之後 臉色臨重 馬上請我們先來沙洲查訪 遇到天空像沾法 出現這麼大的石 極不尋常 我們也和 等著宅女商議此事 大師兄 二師兄 師妹也愚昧無知 不知這個石 又何含義 神妹 師父應該教過你的 當祖長信耀聽河的天域使館 受到企圖羅侯 兩個安心應援的智力撼動 在很久的運行之後 身為些微的偏離之後 日與月的戒律之地 會因而減弱 使天幕所分隔的民憂兩界 偶爾會有交會之時 侵入蒼穹天幕 欽赴日與月的黑色幽結 便是所謂的石 也被視為嫉妒與羅侯的化身 嗯 這個我還知道 然而 遺軌的反原之力是何等穩固 並非忌妒羅侯所能侵汗 因此 日月之時不但極為罕見 且多半不夠半炷香的時間 然而每隔千年 忌妒羅侯會接近黃道天頂一層 此刻忌廳之力是最薄弱 出現的石也最久 便會將優积的惡惠醜氣 帶到人間 這種規模的石一旦出現 每一年會引起森林土壇天災冰火 因此 我們稱它為凶死 凶死 這我還在提示聽到 那幻城何時來之後 凶死將盡之刻出現 此事絕不簡單 前年以來 斯潤公和聖雀公 張天 仙們 首推上出遺鬼和太古之時 有驚人之嘲 卻一直沒能知道原因何在 或許換成之事 或是揭開此名的關鍵 而且事情或許 並沒有想得如此簡單 沒想到此事 會千年如此之道 既然如此 這小公主來到之前 我在和一地他們 去各地撒撒看 或許能幫他一點忙 神妹 我知道你身心好動 你要幫忙查房 這也沒什麼不好 不過 大英大師兄 不要冒險勉強 再怎麼說 咱們都是同門的師兄妹 不管發生什麼事 我們一定會全力助你的 多謝大師兄 我會記在心裡的 那你去吧 一地 我們到旁邊去 我有話跟你說 嗯 一地 剛才我和大師兄他們對話 你可有聽到 鳳姐姐 我不是故意要聽的 不過 我的確都聽到了 一地 這不要緊 其實有這些 既有切身關係的 應該就是你自己啊 一鬼的偏禮 幻成的出現 千年一度的凶死 都讓我們在地下發現 那巨大的機械 觀念重大 我想你和冰淇姑娘兩人 是警察這一切秘密的 關鍵人物 這一切的死目究竟為何 也終於沒能夠解答 嗯 我便是 夏侯兄弟是 擔負天命 忠人的非凡智人 不過事關一千年前的 遙遠過去 這個 多時救了一些 可是 不論是經過轉生 或怎麼樣的變故 現在小小大哥 就讓他自己 和故事他截然不同 為什麼 為什麼大家要 避免他以前的四父者 為什麼他不能憑自己 選擇自己的志向 選妹 多心以為這幫為我著想 或許這就是宿命吧 在經過地下巨大機械 丟過兩月潛伴了一番話後 我終於明白小公主 要我成就的宿命到底是什麼 現在要尋著習近平的足跡 找回過去的一切記憶 把千年前未盡的一切 用自己的手 親自做個了解 我想 這就是現在我所該做的事 也是只有我人才能做到的事 是吧 笑大哥 真是難為你了 爺爺 你能這麼想 那就太好了 話說回來 爺爺的擔心 還是那座出現在十字中的古城 我們又所尋找的羅蘭城之明 或許就成他其中 既然如此 咱們說把達成那事 到底發生在哪 只要找到的地方 說不定就能登城的方法 古教哥說的有道理 咱們就開始找吧 人光 咱們要見面啦 我查這個大叔 不太無恙吧 你之前提供的那筆聲音還順利嗎 哎 我趕到的時候啊 商人已經 商隊已經都去龍空了 也不出了什麼事 還把我爬這一趟 只要等下次再進貨啦 不過我現在回來的途中 這種另一批商人口中 得知一個有趣的消息 不是恩公 你們是否有興趣 這個消息 請大叔來聽聽吧 我聽一隻來自尼亞商隊說 有人在大漠正宗 漢軍谷風堂啊 看到一座飄浮在日子之中的幻場 不過那人雖言之早早 卻沒幾個人相信他 我想恩公到處查一些 不倫所思的事情 過去對這件事有興趣 於是把這件事記了下來 這古風我談啊 莫非是尼亞庫蒂老爺看到的 來恩公你怎麼知道 這名字本來是不記得 聽你這麼一提 我就想起來了 不 沒什麼 這樣如此 我們趕快去尼亞一趟 插著個蠟燭 咱們的是 來意在談的 啊 那就不擔個恩公裡面的時間了 好 好